街道一片寂靜 小吃店也都大门紧闭 只有慈濟环保教育站里 飘出正正饭菜箱 中小企业就复工了 可是复工之后呢 因为一些小卖部 他们就没有开店 大家也是因为防疫嘛 也不敢开店 那所以这个工人 他们吃就有困难 因为心疼 三十几位志工轮番上阵 为企业员工长厨 每周送两餐素便当 色香味俱全 豆酱 红萝卜 山料 还有西芹 还有木耳 这个营养比较丰富 油不要太多 因为有些豆腐也是油炸的 这菜就炒比较清淡一点 有营养也要吃得安心 从下厨到打饭装合 过程中所有志工的体温 都有详细介入 这样 你们总共是十三个而已 对 这没错 这边有两份 两份是怕有的人 饭要吃多一点 所以加两份 您之前吃了几天的泡面 差不多吃了四五天吧 在外面也是今天比较少吃肉 所以这个很满合我胃口的 我们第一次感受到 素食的做法 能够这么样的多样化 这次是开眼界 终于不再需要为午餐烦恼 素食料理送进企业里 为每个员工加油打气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工 柯清香碧卫国福建报导 好 很多方法都有 看看在花莲成绩科技大学 发起了你摘进我家菜的活动